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就是大田甘蔗 现在都是一根根刮出来了 而小时候硬线都是整把刮出来了 我们把它放到土里 这个马上放下 土南来说是我们大田这个地方 像是跟我们家的这一带种的成平常 其余的都会 康星也多 月的也多 其他地方种不来 就平常的也种不了了 会海拔高 我们超过550米以上 我们都不建议这 长不高 我们这甘蔗一长都多高 年比多一点 年比多一点 一定要在下方之前用做料 不然要买在土里 我们大田的这个甘蔗它叫雪蔗 皮很薄 然后枝水会抖 它咬起来不硬 它是脆的 那个节要削吗 那个不要 节里面其实谈光还这么多 这雪蔗我嫁过来就不开始种了 到二三十年了 小环节 这个节辣一点还是不辣一点 挺辣 节应该换一点点 主要是甘蔗 对 我们也都能看辣 午点慢起来 做到晚上两点半 那没怎么睡觉 水睡掉 今天我们现在整个大田总共种了多少不 整天多不 可不要了 怎么说活着好呢 因为它不要撒昆虫 像难做 整个生产七千百五十几天 它最半切的 对 对半切起来更快 大田这个甘蔗它主要是甜度不高 这个水果甘蔗就是15度 15度 6度 所以我们利用人去体验 他们糖测20次度 我们使用甘蔗发现味多 很炸到 其实两根甘蔗大概炸3斤左右 对 对对 哇 闻到甘蔗的香味 我们这个果汁跟传统的那个红糖有种不一样 区别会差一点 因为他们是专门是做薄糖的 我们是果汁跟水果吃的 然后就发现糖率没那么高 所以说我试做一下 别人在我们家吃 大家都认可挺好 所以说我这几年就做红糖 这个熬多久? 这一锅 啊 两个放到三个 我那这个香味很香 和甘蔗的火香味 我们这个做红糖有多少斤的 甘蔗能炸到多少斤的红糖? 我所工作的15斤到20斤左右才做一斤红糖 哇 那很低啊 我这嘛 我这水混多 其实就是甘蔗 这样吃 然后慢慢熬麦芽糖 熬到冲锅 一直脚一直要不能停吧 不敢停 停就烧掉掉 我们为什么要换身间啊 这个通常也是很绝对的 一天能做多少斤 四五十斤吧 立冬过后会稍微多一点 因为糖分比较高 一点水分都不能有 有七八就是有水分的 单独都可以当糖果来吃吧 有的他喜欢吃甜的 他就那只当糖吃 正常来说还是泡红糖水吃的更好 特别像我们女性如多需要的时候 也想得挺好的 是冰激如实 破纸如实 这边是臭湿就前后 这一块重点 十五克 那我们去逛里面有几包 十四包 这个是独立小包装 鞋带旁边 这个就是雪蔗红糖 它就是用水果甘蔗做的 不是糖蔗 我们来打开看一下 它都是这样独立小包装的 这一个个很方便携带的 它这个还可以当糖果直接吃的 就是喜欢吃甜的可以这样子 你看这一个像巧克力一样 喜欢吃甜的可以直接吃的 但最好是泡水喝的 来试尝一下 它摸起来有点硬 但是咬起来不硬 有点甜带点小小辣 辣因为这个生姜不是很辣 一点点 有点甜 个人还是建议泡水喝 哇 真的是破枝如沙 一点都不硬 来泡水喝一下 这个铝蜜喝的比较好 男性也可以喝的 然后加点白开水下去就好了 它这一块加100毫升的水 哇 已经闻到一股那个生姜鹅红糖的味道 就这样花了直接喝了 对于女性来说非常方便 甜甜甜的 里面还有一点那个水口的果鲜味 很好喝 特别现在冬天 看再喝一碗 身体暖暖的 个人还是蛮值得推荐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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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